你听过这些话吗?赚钱很难,我们要省着点用 我们不要买这么贵的东西,把钱存下来,放在银行里去让它滚利息 你知道吗?这些再平常不过的话,将永远烙印在你的潜意识当中 让你永远没有办法摆脱贫穷 大家好,我是冷冠 这个频道是专门提供学习知识与分享的 如果你是喜欢学习或是想要透过学习改变生活的人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每周只要10分钟,帮你打开思维格局 首先,我先说明,我这边并不是提倡或是鼓励你们挥霍或是浪费 去买很多的奢侈品之类的 我是想要另外的角度,让你们去思考,金钱是什么 你有没有在网路上听过,每天扫一杯咖啡 把这些零钱存下来,将它们放在基金里面 每年都会有5%的报酬 这样持续几年之后,你就会获得一笔不少的钱 这样听起来很棒对吧? 没错,你是省下了钱 但是你没看到的是,咖啡带给你的好处 它可以帮助你在早上提升 提高你的工作的专注度 提升职场表现 当你在职场上表现越好 你也越有机会,谈到更高的报酬或是神迁 意思就是,如果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事物 而不是单纯以金钱为考量 会刺激你去做更深入的思考 把思维放远一些 过度的节俭会影响到你的自信 当你看见一件很喜欢的衣服 翻开的价格是3000元 而你平常购买的衣服大概是几百块而已 当下你的心理状态是不是会想 哦,这太贵了,我买不起 然后默默的把它放下 就离开了 这就代表你的潜意识里 你不认为你值得拥有它 同时你的脑袋也会停止思考 你该如何赚到钱买到它 在你思考的同时 你就失去了更多赚钱的可能性 所以下次你要买东西的时候 尝试改变你的内心想法 把我买不起这个封闭思维 改成我该如何买的其他 当你把否定句变成问句之后 你的思维将会被打开 让你去思考如何赚钱 马云曾在他的企业中 写了一封信给全体员工 信中写道 去花钱去消费 一连用了五个惊叹号 这封信给业界一个很大的震撼 为什么马云要鼓吹这些员工去消费呢 其实马云的目的 是想让这些年轻人了解 你不能按照你现在的薪水去过活 如果你想要过的什么样的生活 你想穿上什么衣服 拿什么样的包包 如果你拥有它 你会是什么感觉 你会带来自信 自信的价值 就是增强你能力的关键 老王有三个儿子 他想要测试这三个儿子 谁可以继承他的事业 于是分别给这三个儿子十万元 大儿子用这十万元 开始购买一些机具 生产一些货物 然后贩卖出去 做起了自己的小生意 二儿子用这笔钱拿去投资基金 选择良好的标的 让他每年还有不错的回报 最后小儿子因为害怕失去金钱 不断的看守他 他把钱放在了保险箱内 保护这仅有的十万元 五年之后 老王把这三个儿子叫回来 大儿子靠这笔十万元 共赚了一百万 二儿子透过基金也得到不错的回报 共赚了五十万 而小儿子呢 他的十万还是只有十万 所谓的现金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你必须要让他流动 他才会有价值 如果你总是尽可能寻找最便宜的方式 有时候无形的成本 代价可能更高 记得一次 我出差到南部一个重要的客户那边 为了节省金钱 我选择搭便宜的客运 没有选择舒服又快速的高铁 在客运上 我坐着那小小的座位 让我在车上无法得到充分的休息 最崩溃的是 我还卡在车阵当中 而我的内心却感受到 快要迟到的 交集感 与压力 最后在经过艰辛的路途中 终于客户碰面了 但是其实我的状态已经被消耗殆尽 所以因为我的状态不好 也没有如愿跟这位客户谈成案件 为了这件事 我就开始反省自己 为了要节省几百块的车质 我付出的代价是我的时间 我的精神体力以及本该拿下的合作案 从此之后 只要是出差行程 我一律搭高铁 我可以在车上获得充分的休息 也不用担心无法掌握车矿 同时提早到的话 我还可以充分准备各种状况 以便调整好自己 很多人喜欢把大量的注意力花在货币三家 贵了一个几百块的中心 花了好几个小时去逛各种店家 贵的就是生怕自己买贵 有的人会说赚钱很辛苦 能整当然要尽量整 当然赚钱很辛苦 但是再怎么样的省钱 也没办法让你赚钱更轻松对吧 所谓的开源节流 我认为开源比节流更重要 尤其是一般的上班族 假设你月薪只有四万块 你再怎么省 你就算省到一块钱都不花 你还是只有四万块 但是开源你是没有上限的 你可能可以赚到五万十万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放在 如何更快速更轻松的赚到更多的钱 而不是把注意力一直放在如何省钱上面 所以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 我希望你不要只是看金钱而已 把时间成本也一同考虑进去 因为时间就是金钱 甚至比金钱更为重要 最后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我这边并不是要鼓励你去过度挥霍 而是要建议你不要过度的节俭 因为过度节俭除了让你自己过得更刻苦以外 我想不到过度节俭可以带给你什么样的好处 反而会让你失去更多可能性与机会 如果你总是选择最便宜的食物跟衣物 极少享受娱乐活动 省下来的每一笔钱都放进储蓄账户 为的就是得到一点点的安全感 但你失去的是与家人朋友的相处 错过了许多旅行 没有机会探索世界的可能性以及体验新鲜的食物 直到你努力工作到65岁退休之后 你才开始过着并不算优渥 顶多算是还可以的生活 你愿意吗? 好了 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任何启发或是帮助的话 请帮我为这部影片点个赞 或是分享给你身边过度节点的人 帮他换个角度去思考 节俭这件事情 我是冷冠 我们下期再见